嗯 接着起拍下被新男子进电梯 后头跟着一名女子 两个人身体有接触 男子把纸带还给女子后 手牵了一下 接着伸手摸女子肩膀过从圣密 女性男子是华航副机师 违反防疫规定 多次带被同住朋友回家 被爆料有未婚妻 还带女性友人回家过夜 这名女子是长荣空服员 投诉人痛批 副机师劈腿又不顾防疫 让她看不下去 但投诉人不愿意透露身份 拒绝受访 直接向民航局检举 附上词扣进出记录和影像 接着画面 现在8月18晚间 记录副机师戴口罩压舌帽 从外头返家 但居家检疫期间不得外出 副机师8月15直飞法兰克福台北 8月16入境返台 虽然有打第二剂疫苗 但未满两周 要5天居家检疫 加9天加强自主健康管理 但从8月17到21号违反防疫规定 副机师违规曝光后 也让同社区邻居很担心 系属她的违规记录 8月18外出后 晚间有人来访过夜 19号晚间朋友再来 20号下午外出 晚间有人来访 21号早上外出 晚间有人再来 5天内就7度违规 之前期间带朋友回家 不顾别人安全 以副机师直飞当天 8月15德国法兰克福 新增确诊92例 7天平均值是322例来看 并非近期高峰 但仍然有风险 根据了解 灵性副机师还未婚期订婚 有公开验课 同事也知情 被爆料劈腿 只是台湾历经 Dilta变异株威胁 疫情稍缓解 现在又有航空机组员 不遵守防疫规定 就怕再成为疫情破口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